我慶祝在主里面 我们一个月一次有这样的相调 那今天是特别邀我们的未来主人翁 我们的青少年 你们也进来跟我们有相调 是因为今天晚上这个题目非常重要 就是你我得救以后生在神的家里面 神就给我们两个身份 第一我们信了主 我们就成为马大 我们这一班人因着信了耶稣 在路加福音十章说 我们就成为马大 我们就可以好好来服侍主耶稣 那在主的照会中里面 我们就可以东奔西跑 活得很快乐 我刚刚看你们吃爱业 哇几个小姊妹就抓着言心 抓不放他走啊 跟他玩得很高兴 所以你要看见这个做基督徒 在路加福音十章 你就成为一个今日的马大 今日的马大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一个灵里发烧 常常服侍主的人 那因为他服侍过头以后 他就怎么样 心里为许多的事 私虑烦扰 所以今天晚上就有一点不单 想要帮你们一件事 当你要在主的照会中 活得长久 你还要有第二个身份 就是你要操练 做一个能 静得下来 坐得下来 听得下来 主耶稣说话的玛利亚 今天晚上特别学生都请你们来 就是要提醒你们 学生当务之急 就是要做一个会读书的人 学生最重要 就是要会读书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在我们得救以后 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礼物 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摩西120岁 林要离世的时候 他身处最大的负担 就是两件事 他包望第二代 第一 他们能够全心 全魂 全力 爱主 我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爱 决定 我们这一生 动力往哪里去 冲击去 你若是爱主 你的人生 就过一个上好的人生 你若是追求主 你就能见证 你的人生 是一个歌中之歌的人生 但是摩西 更担忧的 就是这一群 可爱的第二代 真是活蹦乱跳 什么都可以做 就是对神的话 没有一种的体认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想就着 一个青年朋友 你成长过程中的 第三大因素 要提醒你 第一个因素 你要做一个 仰望神 祝福的人 所以这是我们前两次 给你们提过 你们需要 在你这一生中 仰望神的祝福 在神的祝福里 引导你到 某一个适合的学校 在那里追求主 装备自己 好让将来能够成为一个 合用的器皿 第二 你这一生 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我要有一个 与神 事一的实际生活 人生的支持 乃在于他的生活 你可以高研大致 谈很多事 但是你没有与神 事一的实际生活 你的人生到后来是在空中阁楼 过人生的 那我们觉得这个聚会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花东这里 有一百多位的在子弟兄 跟你们学生弟兄 我们觉得当务之急 就是你们在学生时代 在可学习的时代 要注意在照会中 做一个从小明白圣经的人 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提出挑战 你要面对这一本圣经 要有四个操练 第一 要速读 普读 这一本圣经 好不好 你们要不要看到这一本圣经 头就大 好不好 你第一要练 像刘向东 你假如能够 一个月 读完新约一遍 你找我 我请你吃牛排 好不好 严心说那我也要 好不好 你是三周就可以读完啊 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尼托生弟兄说啊 青年基督徒 一得救以后 就要做一件事 叫做速读 普读 这一本圣经 他说不能太慢 不能太慢 那年长的呢 要做这一件事 要问问黄小姐妹啊 你现在圣经读到哪里啦 你说 哎呀 我有在读啦 我在马太福音第二章 然后一个月以后 我再问他 感谢主 我已经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哦 不行 他的普读速读圣经 太慢了 你知道我也盟主怜悯 我十七岁得救以后 有一个在海军官校 当教官的弟兄 他 会修 然后就全时间服侍主 姓鲍 一个包弟兄 就来服侍我们台北公专 你知道 他每一次来找我们 就两件事 宝梁 你的圣经 给我看一下 他要求我们啊 圣经 最后一页 要记载 什么时候读完一遍 什么时候 读完第二遍 什么时候 读完第三遍 然后这一位包弟兄 一个月 两个月 来找我们 就问宝梁你的圣经 给我看一下 哎呀 每一次包弟兄 要来找我们啊 那一周 也要拼死拼活 也要能够 把他读到 再记上去 感谢主位 他很严格 但他永远笑嘻嘻的 哎呀 怎么都没有往前啊 哎呀 听他那句话 简直是 很痛苦 还第二件事 我们那个年代啊 住弟兄姊妹之家啊 我们的脸盆啊 这个要向他们军队 放漱口缸 牙刷朝这一边 牙膏朝这一边 然后放好 哎呀 这一位包弟兄 每一次就蹲到床下 看我们的脸盆 然后 捆着白衬衫 还摸到床底下去 哎呦 天呐 所以 就这么操练操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祝福 我的学生时代 那可不得了啦 这一本圣经 一遍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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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学 永远带着基电会送我的新约 副诗真 我一年就可以把诗篇跟真言读十二遍 一天读五篇诗篇 一篇一张真言就是一个月一遍 一百五十除以五就是三十天一遍 三十章除以三十又是这个一个月一遍 我就这样认真读认真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 面对主的话 第一要练这一件事 向东好不好 跟你挑战好不好 下个月陈伯伯还会来 陈伯伯每个月都会来 那陈伯每一次伯伯来 就会找你说 要不要吃麦当劳 我会请你吃麦当劳 然后附带会加一句 圣经读到哪里了 好不好 曾佑也一样 你们两姐 两兄妹 都要记住第一件事 青年圣徒 你们面对圣经 要操练第一件事 普读 素读圣经 好不好 你们这里有一个学姐 到西部读书 她去年告诉我说 我定归这学期 新旧约读一遍 美恩你知道 她有没有读完 有 你看她都知道 我在讲谁 然后寒假完 我问说 这学期你有什么追求 她说 又再读一遍 所以 我们没有输她嘛 对不对 她也是个小姐妹 但是她是 一年读两遍 新旧约 我们就不要输她 好不好 美恩你比她还优秀 你说 她一年读两遍 我一年读三遍 好不好 好阿妹 你笑得很可爱 第一对主的话 你要 普读 速读圣经 可以一个月读完 绝不要 三十一天才读完 好不好 一个月能读完一遍 你就拼一遍 你要知道 一个会读书的人 第一要做的 就是 你要看 整个 快速 不知其 所以然 快速 读完一遍 这是第一件事 好不好 我提醒你们 特别是 越年轻 越容易 我现在要叫 邱恩再读一遍 她会给我做眉头 陈丁 你只要四年前 跟我讲就好了 现在讲 她痞痞啦 我早上给她出一个功课 她刚刚见到我说 哎呦 我今天一整天 都在叫报告 所以你的功课 我还没做 我跟她说 待会我会去东华 那我们明天早上见 现在丁丁 你越年长 你没有养成 阅读的习惯 你就越不容易 成为一个读书人 有一个 那个 皇太子啊 他爸爸 就盯他读书 那个皇太子啊 读了几天以后啊 就觉得 读书很痛苦 他就去跟他爸爸说 爸爸 读书啊 也为君啊 不读书啊 也为君啊 有没有道理啊 对啊 反正你已经清点我做太子啊 做接棒人啊 但是他爸爸说啊 读书为明君 不读书为昏君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在主的恢复里面 不读圣经 日子也会过 像我 其出特位 就对大专生宣告 哎呀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不敢再问他们 雅各背到第几章 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 陈弟兄 我已经背完第一章了 没有人告诉我说 我已经背到第八章了 所以我就只好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第二 你面对主的话 要操练 默想 倒读 主的话 这一段日子 我们在追求 生命记 你要把生命记 这一些宝贝的话 挑出来倒读 好不好 刚刚生言大哥 跟你们提的 生命记的 三十章 十四节 你要认真倒读 当你这样认真倒读 你就会发现 这话 与我们是近的 就在我们的口里 就在我们的心里 那你看 保罗倒读到这里以后啊 他倒读到这里以后 他马上说 这就是 我们所传信的话 借着默想 借着倒读 圣经 就能成为 生命记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刚刚读的 第二大典 我希望你们回家 把你们的 纸本圣经 拿出来 好不好 然后把这一段话 记在你的 圣经首页 我这次要讲这一个 我印在这里给你们 这一段话 是我1975年啊 就写在我圣经首页 主耶稣 你必须在这里 这不仅是一本书 这是你的启示 我不愿 我不愿读这书 却没有接触你 我不愿从这书 听到一些话 却没有听到你 我也不愿读这书 而没有看见你 主啊 我喜欢 见到你的面 我喜欢在这书上 见到你的所事 哦 主耶稣 我心既可救你 我心既可要你 好不好 每一次来摸圣经 就是来救 这一位主耶稣 然后你每一次读圣经 都要跟主祷告说 主啊 愿你剥开生命的品 主啊 愿你祝福你的真理 愿你解开你的真理 好不好 所以读经第二读 就是你要默想导读主的话 来因为你们还年轻 刚起步 来第三点 我跟你们讲一下就可以 第三 等你慢慢上路以后 你就要学习来查考 研读主的话 你利用说 一个青年朋友 要三读圣经 才可以做一个 合用的器皿 第一 普读素读 第二 默想导读 第三 你要查考研读 像刚刚 申言所给你们做的这件事 就是查考研读 从罗马书 三十章 查考到 罗马书十章 跟生命记 三十章 一起来查考 这是很重要的操练 那因为你们初起步 这件事 我们不要求你 但是我们要求你 这一 一个月要做这一件事 第三页 第三页 生命记有三个要字 这三个要字 你要操练 就是有主的话 要听主的话 也要爱神 我们的主 那另外下面 有生命记 必备的经节 你要用这一些经节 来导读 好不好 那我们这一次 有一个重要实行 第四件事 请听 你读了圣经 导读了圣经以后 你要来操练一件事 去跟人家 讲说圣经 能不能懂我意思吗 读进来的 还不一定是你的 讲出去的 才是你的 你看我圣经为什么 还算熟 是因为 我常常讲圣经 给别人听 所以我们要有 第四读 好不好 第四读 请听 你要去 讲说圣经 陪读圣经 好不好 我们要来这一个月 所有在座的 青年朋友们 你们要练这一件事 要去跟人家 讲说圣经 小姊妹 你要去找一个 同伴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 讲完 他也听不懂 但是 讲完 你就记住了 好不好 教学相长 好不好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要去跟人家 陪读圣经 陪读 你会发现说 为了他 你会 很认真读圣经 只有 等人来陪你读圣经 你不会 好好读圣经 好不好 我先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希望你 今天晚上 这一个时间晚 你做三件事 好不好 第一 跟主有一个祷告 主啊 愿你吸引我 好不好 你就这样跟主祷告 主啊 愿你吸引我 好不好 无论你多年轻 多年长 你要相信一件事 耶和华的眼目 辨查全地 要显大能 帮助那些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同志沙穆尔 三岁到五岁左右 就开始来听神的话 所以我希望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 给神一个机会 告诉主说 主啊 愿你吸引我 那希望 因着你的吸引 我周遭的同伴 能跟我一同 快跑 跟随你 好不好 第二 你要听而去实行 你就会成为一个 有福的人 这一堂课 一个月后再见面 建立你们就做这三件事 第一 倒背 列给你们的 这几处圣经 第二 请你们 述读 普读 默想 倒读 这个 查考 研读 很简单 就是五章圣经而已 这一个月 你就左翻右翻 右翻左翻 普读 数读 默想 倒读 这个 查考 研读 就是 五章圣经 做得来 做不来啊 这是对你们青少年 在此的 再加五章 好不好 在此的 再加五章 学生 随你选 东海的 已经写了 辈利比书了 在此的 再加五章 好不好 就是一个月 多五章圣经而已 请你读 约翰福音 一章到五章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操练 第二个 当你每一次 读主的话 你操练一个祷告 耶和华请说 仆人敬听 好不好 你读主的话 要有一个操练 请说 仆人敬听 亲爱的 听众子妹 当你越这样 把你的心 向主敞开的时候 你这个玛利亚 你的心里 就会有一个部分 称作 豪土 你这个豪土 就能够 让生命的种子 神的活化 在你的心田里面 能够长得起来 好不好 神也天美 爱心残 他爱胸怀结 难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 stand 谢谢大家